本以为自己已经成名 却被现实浇了冷水 举办音乐会只有7位观众 在娱乐圈名气就是底气 不过如果想要有名气 首先就要有过硬的实力 如果对自己没有清晰的认知 很有可能就会当头一棒 黄国伦这个名字 大家不是很熟悉 他是台湾的一个音乐人 在台湾算小有名气 于是他觉得自己在大陆 也一定能成功 就在鸟巢举办了专场演唱会 没想到上座率很低 黄国伦亏得血本无归 还是妻子扣奶鑫 努力直播带货 才还清了黄国伦欠的债 其实也不是只有黄国伦 还有一位歌手也是如此 我的滑板鞋你一定听过 早年间这首歌非常洗脑 让很多人转发分享 于是他的演唱者旁麦郎飘飘然 把名字改成约瑟夫旁麦郎 还花钱开了个人演唱会 他怕粉丝太过热情 雇了14个人当保镖 没想到到场的粉丝只有7个 还只是去凑热闹的 这也是非常的荒诞 其实甜美教主王心灵 也曾在18线小城市 举办自己的演唱会 票价在千远之上 不知道是不是高估了自己 现场根本没有几个人 王心灵也感到非常的挫败 其实不管怎样 能够认清自己才是最好的 你对明星有什么看法呢